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伯的布料主題系列 第一章要談到的是布料種類 而今天要說明的是最常見的鋸子纖維 那要開始囉 首先先看看它的特性 優點是強力伸縮、吸水率低、隔絕細菌效果加 缺點是悶熱、容易產生靜電 鋸子纖維是普遍在各大賣場衣服上都會標示的成分 價格從低至高都有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布料有非常多元的種類及成分上面的混合 當價格高的成分混合多出了1000% 可能整體市價就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當市面上的衣服大多是屬於鋸子纖維的時候 原因可能就是因為鋸子纖維的成本是比較低廉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看到布料成分 含有PL、PES、PE或是標示鋸子纖維 那你通常可以把它認知為便宜 特別注意喔 這是通常狀況 為什麼有衣服能賣到100塊、200塊、300塊 除了價格低廉之外 大量生產用或者是網路化也是影響之一 可是在台灣現今的市場沒有這麼大量的需求 可能就可以將解答 暫時歸在鋸子纖維確實是便宜的 還有網路化的問題 為什麼有些鋸子纖維摸起來好像沒有想像中這麼難摸? 因為這是時代眼鏡下的產物 可以與其他材質混合 經過加工處理去改善鋸子纖維材質的觸感 所以對許多人來說鋸子纖維已經不是剛才所提到的特性 叫你何康 那我以後也挑衣服都買那些便宜的就好了 反正穿起來都差不多 這句話其實也沒有錯 但也不算對 因為要選什麼穿在你身上是你個人的資源 而市面上有些價格高的衣服 也跟價格低的衣服沒有相差甚遠 當然有很多原因 有些是品牌的大小問題 有些是每家公司營運方式不同 有些是烘台價格 有些是以量之價 所以搞得市場的價格有些混亂 讓每個人對於衣服的價格認知都有些不一樣 最後還是必須說一下 鋸子纖維是化學纖維跟造纖維 雖然特性上讓人可以接受 可實際上 將它製成衣服後 給台灣人在夏天穿在身上是不太適合的 因為台灣地區 潮濕悶熱 而當你穿上鋸子纖維的衣服時 通常標榜的內容都會是西施液排汗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本身就是它的布料特性 如果真的有增加西施的功能 那可能是透過後加工混紡砂的方式 去改變了整體布料特質 或者是前處理纖維加工加上一些彈性 但價格通常就會比較昂貴 甚至有些定價到2000以上 不過通常買到的都是排汗的功能居多 因為不透氣且價格會比較便宜 可是當你不清楚這些事情 可能就會不知不覺先入圈套 還用很高的價格去購買這些看似穿賺到的東西 所以你是不是也覺得自己穿上的衣服 好像有點不舒服一直在流汗 特別註明一下 上述說明也不完全都是對的 因為還有很多處理加工模式 是每個工廠開發不一樣的地方 到了各大百貨、店家或是逛街的時候 也不要刻意去磨黑這些服飾業者 再補充一下 為什麼有些百分之百劇質纖維 或者是看似便宜的衣服也是貴得很誇張 這可能跟單尼術、自殺術、物料品質有關 之後的幾張會再提到 那大概會到第六張才會說到 這個呢就跟連載概念一樣 總是要先留個伏筆 這樣之後的劇情才會更加精彩 那盡情鎖定下一節